获取到文档里面的元素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输出或者是设置元素里面的内容 找到他的兄弟或者老爸等等 在这个视频里我们就去试一下 先选中文档里面的H1元素 下面我们在Properties这个选项卡里面 可以去查看一下H1元素里面的一些属性 这里有很多有用的属性 Child Nodes这里面就是H1的所有的子节点 还有InnerHTML 里面是H1元素的内部的一个HTML标签 还有内容 另外还有InnerText 是H1里面的文字 那么你可以对照这个列表 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下面我们可以去试几个 在控制台上 我们可以使用前面的视频里介绍的方法 先获取到这个H1元素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GetElementById 然后再给获取到的结果去起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可以输入PageTitle .NodeName 给我们返回来的就是这个元素的节点的名称 想要输出它里面的文字 我们可以使用PageTitle.InnerText 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元素的副节点 用一个ParentNode这个属性 它的这个副节点是Body这个元素 同样我们可以找出PageTitle的兄弟元素 比如我们想要得到它的上一个兄弟 我们可以使用PreviousElementSibling 这里返回的结果是Now 因为它没有上一个兄弟元素 但是它有下一个兄弟 那么也就是P元素 我们可以使用NextElementSibling 得到的就是这个P元素 那么想要输出这个兄弟元素里面的文字 我们可以这样 在后面加上一个InnerText 下面我们可以再找到这个 带有ArticleList类的一个Ul元素 这里我们获取到这个元素的方法 是CureSelector 这个元素节点里面有一些子节点 使用它的ChildNose这个属性 可以查看它的所有的子节点 这些子节点包含了元素类型的节点 还有文本类型的节点 想要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元素类型的子节点 我们可以使用ChildElementCount这个属性 返回的结果是4 一共有4个Li元素 想得到它的第一个元素类型的子节点 我们可以使用FirstElementChild这个属性 在它的后面我们加上一个InnerText 可以输出这个子节点的文字的内容 我们想要重新去设置一下这个子元素里面的文字 在后面我们加上一个等号 然后再输入新的内容 除了这个FirstElementChild 还有一个LastElementChild的属性 这个属性可以返回最后一个元素类型的子节点 在这边的设计中 在这边的运回最后一位